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宇林,欢迎收看与你欢迎新闻 欢迎观众警察局到达本局在日前接到银行的通报 有名众怀疑是受到责骗,要领大量的现金 可能是一名四十多岁经营栄亚店的入住 受到万劳上仍然是在半个月的朋友里头 对方依买栄亚的围族口,会200万个入住的户头 年后车入住把现金领取到有顶顶的穿上 在经过,经历多数的铁链链后,发现这是一条责骗案 但是如今,依然将钱捏出来,就变责骗车手 付我自己的钱,我要领出来买鞋子给我的下游啊 是谁会给你的 现在胡如站在银行整台买种客户,会日后用来买的200万领出 原本动作只是一条正常的交易 但是因为金领较大,银行仍然来发现问题 为此是向困人观众警察局到达困局来报案 银行恐怕有民众疑似遭诈骗要提令大量现金 那经原警到场了解,是一名自称从事卖鞋业 年约40多岁之女子,欲以购买鞋子的名义 以贵入其账户内置,新台币200万领交给上游厂商 那银行昂远向警方表示,该女子账户虽然有这一笔 新台币200万领的贵入,但是从她的账户 转向费款为女子的账户,经由银行有益彩 根据警方的了解,现在要用200万来买贵的客户 为夫人在网路上实在只有半个月的朋友 他心中200万会进夫人的口座 连路过在车夫人领出来交给状优出 疑似的警方和会判人连路了后 对方刷是说这边钱是要用来车带书处理土地的告白 为此警方来发现这是一条诈骗案 那时夫人将钱来领出来的可能性为诈骗扯手 我跟你讲,你如果把钱提令出来 把钱提令出来的话,你就成共犯了我跟你讲 银行安援向贵款人求证时候 对方确称贵款的目的是要请贷书处理过来肯定的事业 女子对其警方及银行安援的说辞显然不相符 那警方便当场告诉女子这是诈骗 劝告女子千万不要提了 以免遭利用成为诈骑厕所 佛家在乎健康的组织 夫人最后要来放弃领钱 要来劈便自己的诈骗扯手 现在诈骗的手法是八八款 都要将钱回出去给白人 所以没想到将钱购出也是一项诈骗 几乎提亲民众现在够交友诈骗信仰 民众就要特别注意通信能提上的切粉朗 千万五千五百来相信 那组织好问题 也能够更英勇傲 向诈骗转刷合作时来连络金峰 既成交易从报道